一個四代同堂的的士司機 星期四早上開工期間突然覺得胸口疼痛 急急去到荃灣一個停車場公廁 洗臉休息並打電話給太太 誰知她一收線就立刻暈倒在地 救護員即場為她搶救送院後證實死亡 十多名親友港帝醫院 其中連邁的媽媽淚流滿臉坐在輪椅上 離遠目送五公將兒子的遺體移送臉房 而死者的太太更加哭到呼天搶地 據了解死者生前曾向行家說 經常感到心口痛 警方不排除她患有隱性心臟病 或者其他隱疾病發身亡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